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兴奋的那个音乐 这个片头曲其实是当年张国荣唱的Thanks Monica 那Monica是我的这个英文名字 同时呢也希望说听众朋友收听谈情说爱 有一些收获以后心里可以觉得说 好高兴有这个节目哦 Thanks Monica 好今天很高兴我的来宾是 白马王子不是真命天子的作者 萧和一小姐 请和一跟小和对不对 大家叫你小和 请小和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马王子不是真命天子的作者 我是小和 萧和一 对萧和一小姐真的长得好漂亮 所以她坐在我对面呢 我就有那种目不转睛的感觉 可是今天特别邀请她来 是因为我觉得她写的这本书 白马王子不是真命天子 实在是对现在的这个恋爱男女啊 恋爱男女不一定是年轻朋友啊 可能在不同世代的这个男性女性都非常需要看的 看的一本书啊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部很知名的电影叫 麻雀变凤凰 朱雅罗伯茲那部 对 朱雅罗伯茲 你记不记得小和你记不记得 她里面啊 朱雅罗伯茲 她就是一个没有眼光的女人 所以她曾经在里面 对对对 她有讲一句话 她就说 她妈妈说她是扁山磁场 对啊 扁山磁场是什么意思 就是她交的每个男朋友 都是扁山 这个是那个电影里的台词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对白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啊对 因为年轻时候的我交的男朋友 好像也也也也也很被周围的人不看好了 那所以其实小和的这本书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在谈恋爱的时候 有眼光可以挑选到适合的人 那现在小和已经结婚了嘛 没错 对那她是新一代的犀利人妻 可是这个犀利呢 不是有小三的那个犀利人妻 是有吸引力的人妻 对啊我们要吸引力好的嘛 像文人姐刚刚提到的 都吸引一些鳖山 然后吸引一些烂桃花 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那弄弄你身心俱疲对不对 对啊 那最近那个雅虎奇摩尔上 也有一个新闻啊 就是说有一个女性呢 她蛮年轻的 可是她很勇敢哦 她这一年多前呢 她就订了一个很好的婚宴场所 那各位朋友如果你有经验就知道 如果你结婚的时候要订那个好的场地 在好的日子 要提前很久订哎 对 那结果时间也快到了 但是呢 她那个时候发现说 哎 现在我不是很有把握说 我要嫁给这个男朋友啊 所以呢 她竟然做了这个蛮有勇气的事情 这个部分我们请小和来分享 对 最近有在奇摩雅虎新闻上看到这个的话 大家都会很惊讶 这个女生呢 因为她的婆婆 未来啊 未来婆婆 那可能在提亲的时候 或是办婚宴之前 讲出了一些条件 比方说现在女生都不大喜欢跟公婆住嘛 那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男生有答应 但是到了妈妈那一关 妈妈觉得 不行啦 我们家有房子啊 然后你就住家里就好了 何必花这个钱呢 谁知道这个女生非常的有勇气 她说 老娘不嫁了 OK 所以她就去拍卖了她这个婚宴 是的 在这个场地她用 她说我洗手 我就伴着 然后多少收一点钱回来 那婚宴我有付定金 那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好了 其实这个婚宴的定金不会少耶 她那个场地真的蛮贵 而且尤其是今年 我不知道在文人姐有没有发现 百年结婚潮多半 去年真的就要订好了 今年非常非常难订 然后每个六日都有人办喜宴 是 所以她就定金 她可以损失一半 但是要结婚 我们倒不是说跟婆婆住好还是不好 而且这个女性呢 她很清楚知道跟婆婆住 她可能有点招架不住 她知道自己的性格 她知道自己的性格 所以呢她就在结婚前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 对 那她宁可先陪受她的婚宴场合 她也要去delay她的结婚 好 那我觉得你有那个自觉 觉得这个可能是你没有办法handle的事 你就做了这样子的决定 是啊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不过我今天想在这集节目 先谈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到像Jula Roberts 在《麻雀变凤凰》里 他吸引来的都是不好的男人 然后他自己讲的 在这个电影里面 那我们当然觉得 如果我们谈恋爱的对象 一定要是和心意的 要相处的来的嘛 所以想跟小和谈的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吸引到 比较符合自己需求的 那可能前面要先给他定义 什么是符合我需求的 再来要怎么样扩大我的base 才能够找到好的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开 那些坏男人的陷阱 好我想请小和先 从第一点开始谈 第一个吗 其实文人姐 我觉得有点工作经验的人 来聊这个 真的是比较OK 像我以我自己的经验 我习惯性在所有事情 离不清的时候 我就把笔拿出来 或者是说 我会很认真的去思考 我把他指对着 然后呢我把好处有哪些 我一下一下写下来 然后缺点有哪些 我一下一下写下来 然后我再去写 我不是自己写完之后 然后自己了解 我会拿去请我的好朋友 认识我比较深的好朋友 或是我认为他非常了解我的人 帮我做评估 所以你在认识一个男性 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之间是有可能有未来的时候 你从那个阶段就开始评估啊 当然啊 我这个才好玩 我写书的时候 一开始我就跟我妈讲说 我真的也没看什么看男人的眼光 跟朱利亚老婆子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 年纪比我大个七岁 经济稳定 这样的男生应该可以嫁了吧 听起来好像可以嘛 我以为他比我更想结婚耶 就不是 他说我想我们两个 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 我不想结婚 他说我说那时候我刚认识你 可是我认识你一阵子了 两三年的 总有结婚打算了吧 你那时候几岁 我那时候二十六 他比你大七岁三十三 听起来是很天照地 是吗 是的 可是他跟我讲说 我现在呢 有一个要去大陆的大好机会 那我不可能说 今天这个机会在我眼前 那我要放弃 我心里还是有很多的雄心装志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你提到 我可能不会结婚 我是说真的 可是他他为什么不带你去呢 他当时候是认为说 我没有办法离开台湾 然后去那边过他们的生活 这说不定是个借口对不对 因为他不想结婚 对 这个例子我也不是没听过 我一个好朋友长得真是漂亮 非常的讨人喜欢的一个女生 那我以前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呢 他就跟这个公司的算是也是一个经理级的主管谈恋爱 那说真的以外形论 这个男生是丑他很多的 丑他很多 这女生是漂亮哦 但是说真的老男人有老男人的魅力 再加上工作经验啦 再加上这个口才挺好的啦 所以我这个朋友呢 真是死心塌地的爱他 结果碰到的状况跟小何当年一样耶 交往了好几年 女生二十六七岁了 总觉得说我们也相处得很好 也该结婚了吧 对啊 结果这个大他十几岁的男人呢 就跟他讲说 我是不想结婚的 那我也不想耽误你 你如果一定要非结婚不可的话 那我们就分手好了 那如果呢 你可以答应不结婚的话 我们就继续谈恋爱下去 哇搞得我这个朋友简直快要哭死了 你知道吗 难过死了 所以其实这种事情哦 它不是只有发生在普通人身上 连美女身上都会碰到耶 真的啊 所以文人姐你刚刚一开始问我这个问题 你怎么去厘清说 这个是适合你的对象 所以我全部写完了之后 好吧 既然我妈都一直说我没眼光 那你挑好不好 那他就帮我看了一下 哦这些条件 然后我就说 我听听看妈你有什么条件 他说他叠了哼巴当当一大堆 比我还多 从外表先开始讲 至少要175 体重呢 至少要75公斤 OK 年纪呢不能差太远 但起来跟我女儿比较匹配 然后反而我想说 哇这个妈妈好像比较比我更了解 后来我挑选我老公的时候就很好玩 我就直接把这些照片让我妈挑 他挑出来那一位我就跟他说 如果我妈喜欢你的话啊 我就跟你交往 啊如果我妈不喜欢你啊 我们就不用开始了 也不用浪费彼此的时间 你说的照片是指你去相亲吗 没有耶就是我请他用电脑 寄他的照片给我 哦OK 那我并没有告诉他要做什么用 我就是要给我妈先看一下 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跟他说 我妈有看过你的照片了 啊他认为说你应该还不错 可是呢我们还是需要交往一阵子看看 那如果说我妈妈不喜欢你的话 就算了 那我们就算了好吗 那这个是你还没有跟他谈恋爱之前 只是在交往之初 是交往之初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小何 你那时候几岁 我那时候28 你28 28 然后你老公现在的老公呢 我们童年 你们是童年 对对对对 哦所以我们等一下节目回来的时候来谈谈 就是说 哎你要有人挑嘛 你总要有人挑 我们怎么样去扩大我们的base 让我们可以选择的对象 是 增加好吗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